今天给我的小摩托进行一个年终的维修保养 来看看这台陪我南中北战四万多公里的小福喜的一个车况 初步来看的话 首先转向轴层不行了 今年估计你跑了很多炮弹坑吧 你看这个会自动回正的 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影响了 然后前轮胎也不行了 刚才 而且刚才给你打火的时候 发现他打火的不是很顺畅 那什么 节气门要洗一洗 那个节气门要清洗一下 其他传动部分还有没什么大问题 这些伤痕就留着做纪念了 好脏 节气门是哪个 这一组从这一节到这一节 等会就要把它整个拆开清洗 四万里路的陈于土 总有人说我的车很干净 是不是很干净 来说的那个转向轴层呢 就是这上面有一套三个 然后下面也有三个 组合层的转向轴层 先洗一下车 太脏了 第一次把这个车子拆成 这个样子 可是这里出问题了 这个就是那个节气门呢 是的 那轮胎都变成不过一样了 你看这个跑了 三万多公里的轮胎 哎呀 早就该换了 要是换了的话 这老窝就不会塞那一跤了 下午我们去水库拍视频了 回来他们已经把我的车全都弄好了 我骑着这辆125的小踏板 一个人跑过西藏 新疆 青海 陕西 四川 云南 贵州 广西 广东 前面就还跟牛都跑了一趟老窝 现在总里程数是四万三千八百公里 经常有人问啊 一个人长途模拟 摩托车坏了怎么办 怎么维修保养 下面就跟大家盘点一下 这四万多公里下来 这个车子出过哪些状况 以及我日常是怎么做保养的 第一 先来说一下出现过哪些状况啊 问题出的最多的就是 后视镜的底座啊 这两边都断过两三次 有时候是因为路况 比如说去年跑柄叉叉颠断了 有时候是因为摔车 比如今年走广西延边公路 在铁厂内滑倒摔了一跤 因为我之前装了风挡 两边加了手机支架和运动相机支架 所以就很容易断 拆掉了风挡和手机支架之后呢 就没有断过了 第二呢 是总店员的保险丝烧断过两次 两次都是在西藏啊 我都是打电话给朋友 他们远程视频指导 换上了备用的保险丝之后 就可以正常期了 为什么会烧保险丝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我车上 因为我车上加装了射灯 行车记录仪 加热手把等等 不知道这些有没有影响 第三 很多人关心 半路扎胎了怎么办 我的尾箱里面随车放了这个应急补胎的工具套装和小米的应急充气泵哈 如果扎胎的话我可以自己补胎自己打气 但我人品还比较好 目前这 目前这辆车还没有扎过胎 第四 关注我的老铁都知道 我摔车总共摔过七次 最近有人说是浮洗的轮胎比较容易滑 然后我在三次摔车之后就换掉了原厂的轮胎 换了被耐力的半热绒 但我后面也还是摔了四次 不过呢 每次摔完车之后 车子都没啥大问题啊 有时候就摔烂了风挡啊 有时候是摔断了后视镜 或者说是擦伤了外壳 都不影响我继续骑车 可能因为我骑车的速度不快啊 反正这个小福西还是挺耐摔的 跟我一样皮屎 其他呢也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如果还有别的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路上求助啊 我不会一个人去跑没有人跑的路 或者是打电话叫拖车 但是我四万多公里下来也没有叫过拖车 我是觉得你选对车子的话 车子是不会随随便便坏的 至于为什么当初我会选小福西 为什么我要买一个125的小踏板 来长途摩履 主要原因是预算有限 腿短 不求速度 125的小踏板 确实不是长途摩履的最优选 但它也可以 如果你不追求速度 它一样可以跑西藏 跑新疆 跑国外啊 真的 我除了跑高速或者爬坡的时候 平常很少把油门拧到底的 我不喜欢跑太快 我就喜欢悠悠闲闲看看风景 我也没有钱 我不想为了面子去买一个豪车来撑场面 我的生活哲学是 买一个我能力范围之内最适合我的车 够用就行 然后把它用到极致就行了 现在我觉得它已经很超值了 而且亚马哈这种大品牌啊 皮实耐造 维修换零件也很方便 对我这种经济能力有先的人来说 实用就好 而且我也说过很多次了 作为入门车 我选服洗的原因是因为 它够小 然后125的小踏板 怎么做日常保养 第一 按照里程数换机油和齿轮油 前面3000公里 每1000公里换一次机油 3000公里之后呢 基本的就是 三五千公里换一次 然后每一万公里换一次齿轮油 第二 定时检测胎压 我带的那个充气泵 可以检测和打气 检查清洁空虑 尤其是在灰大的地方 第三 定时检查传动和轴承 我的小鼻子 基本上每一万多公里 就会检查一遍 一万多公里的时候换过普利珠 三万多公里的时候 换过一次皮带 第四 定期查看轮胎状况 该换就换 我的后轮和前轮都换过两次了 其实所有这些我都不懂啊 我除了会检测胎压打气之外 连换机油我都没换过 不好意思 反正路上城镇都会有车行 或者是摩托车维修处啊 树叶有专攻 有专业的人来做吧 最后呢 也很感谢南宁亚马哈中牌店 感谢广西雅亨雅之亨集团对我的关照 每次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 三 二 一 Yes 新年快乐 他们都会很用心地帮我维修保养 我最近就说过 我没有收过亚马哈的广告费 福西是我自己在贵港买的 但是我很感谢南宁亚马哈的朱总 对我的知遇之恩 在两年前的春节前 朱总就刷到过我的视频 那时候我还没有什么粉丝 他看了我早期的几个视频后 就对我非常认可 然后就用他们的账号帮我引流 当时他们的账号已经有七八万粉丝了 然后插播一句啊 第二个对我有知遇之恩的是 笑到女魔头 这个以后你们会知道的 总之呢 我挺感谢南宁亚马哈的 也很感谢我的小夫妻 不离不弃四万多公里 明天就要把他骑回家了 以后主要就是坐买菜车吧 或者是周边跑一下 明年跑长途的话 应该是要换车了